刷牙流血 刷牙流血 跟許多人一樣 忽略牙齦流血與花園症狀 在台灣有八成的成人有牙周病 超過一半的人都沒警覺 現在開始緊張了 下面洗牙周病 日常用餐食物殘渣不清潔 就會產生牙菌斑與牙結石 牙周病早期是牙齦炎 若未經過處理改善 陸續會產生牙齦萎縮 齒草骨吸收 牙齒鬆動等症狀 牙齒生病 怎麼辦 一旦察覺癒狀快快就醫就不會惡化 平時預防記住口訣 二藥二部 哪個藥 哪個不要 第一藥 餐後期睡前要刷牙 一天至少兩次 每次至少兩分鐘 平常我很認真刷牙 刷牙方法很重要 運用背式刷牙法 使用軟毛牙刷 每次約兩顆 與牙面維持45到60度 涵蓋一點牙齦 來回前後兼顧內側 外側以及咬合面 YES SIR 那第二藥咧 第二藥要使用 含補1000ppm以上牙膏 學會使用牙尖刷 牙線更好 可以更完整清潔到每個牙面 我發現秘技了 還要善用健保幾部 每半年定期接受牙醫師 口腔檢查及洗牙 如果是孕婦呢 可以定期三個月一次 兩個不要咧 第一個步 減少甜食及含糖飲料 均衡 蔬果膳食 第二個步咧 不要餐具共用 減少口水接觸 並遠離 煙 酒 及檳榔 二藥二部 馬上記起來 遠離牙周病 大家一起來 定期檢查 預防剩餘治療 牙周健康 效果常開